下面的故事叫做通人性的狐狸 二姨曾经在西山上陪着刘老和她的夫人住过一段时间 那时候的二姨已经到了识字的年纪 当时农村的观念还是很传统的 觉得女孩就应该洗衣服做饭操拭家务 至于识字那应该是男孩子的事 但在这方面 姥姥是很有见识的 她并不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 认为多读书 识字就能多懂为人处事的道理 那是好事 于是她也认可二姨去学习 在这个欢喜孤独那一节呢 我们已经提到了刘老和她的夫人 曾经在村里开过私塾 其实刘老的夫人 咱叫她刘奶奶吧 后来因为身体不好 想跟刘老在山上静静的疗养身体 就把这私塾给关了 后来村里的孩子只能走远路去镇上上学 早起晚归的 这么一来呢 很多女孩就放弃了 一是家里不支持 原来呢 是因为私塾啊 开在村里 刘奶奶又不收学费才让去的 二来呢 是放学回来天太晚 女孩子走夜路不太安全 二姨呢 并不想放弃学习 她喜欢写字 每当拿起毛笔 她心就能安静下来 她更喜欢刘奶奶教的那些诗词 听上去那么意境幽远 于是就死缠着姥姥 要去跟刘奶奶在山上住 照顾刘奶奶的同时 继续学习写字 姥姥也不阻拦 而且还很支持 反正老两口也需要个帮着打水做饭的 于是姥姥揣了四十个鸡蛋 领着二姨就上了西山的小屋 刘老正在院里打太极呢 见俩人过来 忙往屋里让 自己呢 也跟进了屋 刘奶奶在屋里缝补着一件衣服 看见二姨 笑着就把她拉上了炕 又从棍里 把这个晒的杏子杆 掏出来塞给二姨 听完了姥姥的来意 两个老人都很高兴 一是欣慰二姨学习的热情 二是俩人一起在山上住 有时候也难免有点冷清 二姨的个性呢 又讨人喜欢 他们俩还真希望有这么个人在身边啊 热闹热闹 说定了之后 姥姥让二姨跟他回家去取行李 刘老却死活不收鸡蛋 只是说 这交书育人是我们本分 在这住着得了乡邻的照顾 哪能收这个呢 你拿回去 你要是再推辞 你让我们俩难堪 刘奶奶是个斯文人 不习惯农村热情的推让 只是笑着说 你放心吧 没这些东西 我们也好好教丫头念书实在 她是难得的聪明伶俐 自己又好学 我喜欢还来不及呢 东西赶紧拿走 你们呢 还怕孩子在我这没吃得饿着吧 姥姥被这玩笑给逗乐了 也就不好强行的留下 从那天开始 二姨就在西山上住下来 早晨 她帮刘奶奶做饭烧水 帮着刘老批柴火 下午开始读书识字 刘奶奶没有教科书 而是随着想起什么就教什么 教二姨很多诗词 佛经 古文列传什么的 还会给二姨讲很多历史的故事 三国的故事 二姨就是从刘奶奶那听来的 闲下来 二姨就会拿着雁台 跑到附近的一个山泉子旁边 在石台子上 展开纸 摸摸练字 听刘奶奶说 古代的王羲之 她就是练字 把池水都给染黑了 二姨也想学学 有时候没把握写好 又舍不得浪费纸 她就用草棍在地上划了着练 有这么一天 二姨正在练字 在宣纸上刚写了两个字 自我感觉十分良好 比较得意 放下笔揉揉脖子 忽然发现对面坐了一只狐狸 这山泉子是山里小兽们喝水的地方 也是刘老生活的饮水之处 平时经常能看见狐狸 兔子 黄皮子什么的 二姨也没在意 过了一会儿抬头 发现那狐狸竟然还在 双手抓着一捧草棍 也不知道在干嘛 二姨仔细看 那狐狸面前摆着一片苞米叶子 狐狸拿着草棍在上边储子呢 想了半天二姨笑了 这小狐狸不会是在学写字吗 听了很多黄皮子修炼 学人做事的故事 二姨也不奇怪 同为灵类的狐狸 她肯定也会这么做 于是她笑着又拿起笔 一笔一划的开始写字 一边写 一边偷偷的看那个狐狸 果不其然 那狐狸看她写 也拿起了草棍 在那苞米叶子上 继续的除过 二姨更高兴了 第二天她来练字的时候 发现那小狐狸 早早的就到了 趴地上等她呢 见她来了 很高兴的就坐了起来 从此 这只狐狸 每天就陪着二姨一起练字 倒是没发生过口吐人语 问你看我像不像人 这种事 没有 这个呢 是兽类的讨巧 也就是讨风赠 要是人觉着她像人 说像 说出口了 他们就能够把自己修炼的层次来提升 或者呢 可以幻化成人形 二姨看她用草棍 储了几天的叶子 也就学了个形式 于是就用草棍 在泥地上 写了日月两个字 然后招手 让那狐狸过来 这狐狸狐疑的看着二姨 经过这么多天的相处 狐狸对二姨的戒备啊 是减少了许多 确认二姨没有恶意之后 慢慢的走近 二姨又退后 等到那狐狸走到字跟前 仔细的看了看 二姨又在一边 一笔一划的写了一遍 但是这狐狸没啥反应 第二天她来到犬子边 这狐狸却没来 让二姨失落的很 很担心是不是有什么事 一下午心神不宁 走的时候 忽然看见 自己昨天在地上写的字 因为泥地干了呀 让痕迹变得清晰 除了自己写的那两遍之外 眼瞅着还有一个歪歪扭扭的日字 虽然画得跟圆饼似的 但是也的确是有笔划之分 二姨是兴奋异常 难道是自己把这狐狸教会了写字 要不除了他 没别人 狐狸在几天之后又出现了 二姨为了奖励他 把自己随身携带的烤土豆 扔给了他 他也不客气 几口吃完 等跟二姨熟了之后 他可以在离二姨几步远的地方 看二姨在地上写字 看得很认真 当二姨写的不好的时候 他还会用爪子把这字给刨了 二姨很想摸摸他那火红的皮毛 但是知道狐狸生性警惕 万一啊 对自己起了戒心 倒不如像现在这样的好 这只狐狸还真是会投桃报李 曾经叼过一只血乎乎的山鸡 扔到二姨脚下 只是留老他们俩吃素 不能在家做 二姨只好很遗憾的跟狐狸说 我不吃这个 那狐狸绝对是听懂了 走的时候还把这山鸡给叼走了 第二天给二姨叼了个山梨 二姨很高兴的接过来咬了一口 还真甜 从此二姨总是不忘 给这爱学习的小狐狸 带点好吃的 狐狸的字也是写的有模有样 但是只限于笔划少的 多的话就划了跟天书一样 二姨回去跟刘老说这件事 将刘老啊也是逗笑了 说自己在山上住了这么多年 没有仙缘 没见着一个有灵性的动物 倒是二姨有福气 还能跟这么多动物当朋友 想来这狐狸的灵性 以后必定是大有修为啊 刘奶奶听了 更是将自己的干果都揣给了二姨 让她拿给小狐狸吃 的确 二姨是一直都很有动物园 她给狐狸起名叫梨子 因为狐狸给她叼了的那只梨 二姨在山上住了大半年 后来随着刘奶奶的身体越来越不好 她的儿女上来照顾 就实在是住不下了 二姨才下山回家 回家的时候特意的辞别了狐狸 到后来上山再去犬子那边 却再也没见过那只狐狸了 二姨提到这件事 还会冒出一两句诗来 湖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已久 笑春风 然后跟我说 这句啊 我教过那个大梨子 聪明好学的狐狸 投桃报李的狐狸 学会了写字的狐狸 不知道 她现在啊 是不是修炼得道了 听说现在 有拿狐狸当宠物的 我很心痒 不过脱离了自然的狐狸 是否还能有那份灵性呢 感谢大家